曾鑫騎是一個教徒來的,他經常說要找不蘭修女,你頂住我 其實我覺得我不是教徒,我也有看《聖經》相關的東西 我就覺得宗教的故事就不是講那些神跡到底有沒有發生過 是講如果那個神真的有神這件事,神應該怎樣 這個耶穌行神跡,他令到很多有病的人可以起床走 有麻風的人好了,到底有沒有發生過那些事是不重要的 其實就是寫《聖經》的人,或者流傳一些故事的人 就希望神本身是應該這樣做,才是真是連問世人的神 五餅二如一樣,到底有沒有是拿了一些魚和餅 變出來給所有人吃是不重要的 耶穌撿到五餅二如,他沒有理由自己吃的 一定是在場大得有份,這個就是宗教的意義 那這個神真有權就是每天去望靈撒做什麼的呢? 他有沒有想過他應該運用他的權柄 去令所有的人得得好些呢?尤其是那些需要人去幫助的人是好些呢? 我便存疑,即是我覺得真有權識不識這件事呢? 其實,十六個字都說了,你所不用,物思於人,非應人,乃應於人 都說了,你自己不想的東西,就不可以人仇 那即是說,阿超雄說了,他就回家很開心的嘛 那如果有其他人家裡不開心的,他有權柄,他應不應該用權柄 令到那些人是有機會解決困難開心些呢? 他有權柄是要來驅使人啊,還是服務人啊? 那我就想這個,日日夜夜將耶穌掛在口邊的特首反省一下 那尤其是,當我們推這輛車上去的時候 這個特首,我不知道今天警察做什麼啦 如果警察,是好像聖經那些這樣的,希律王啊,碎利啊 那阻止人的,那我就說,我今天不說粗口了 我就說這個,其實說耶穌有權柄的特首是很不愛啦 多謝大家 謝謝長毛